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汉衛靈敏 汉衛靈敏 我是台中黎明幼儿园 台中黎明幼儿园正在面临我们的保留运动 在台中有个重化位的怪兽 不断在侵蚀我们的家园 不断在侵蚀我们的土地 请大家尽量看我们 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台中重化会 不断用金钱智商的观念 在掠夺我们的土地 在掠夺我们的家园 如果我们身为一个人 我们身为一个人的话 我们应该要站出来 支持台中黎明幼儿园的保留运动 去年的10月21号 有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团体来声援 黎明幼儿园 让黎明幼儿园挡差 反差6个月 6个月是到5月23号到启日 但是重化会从来没有承认过台中市政府地震局长所承认的6个月 这样子的政府 这样子的官张勾结 一直在这块土地不断的发生 我看到有这么多人 真的心里是很感动 感动得讲不出啊 谢谢大家 感谢每一个人 都为了这块土地 站出来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是一个土地重化的受害者 你有勇气站出来 就表示你关心这块土地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受害 继续在这块土地发生 我们台中在过去 在那个2000 20405的时候 就做了这个后期发展期 解编之后 然后总共规划了14个单元 其实这几个单元 全部都是 都是由那个 就 建商背景 开发公司背景 相关的人来插旗 然后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说这些开发公司 还特别找了哪些人 找了我们 对于这套法令 自办重化非常 这套被宣告违宪的法令 非常显熟的一些 我们前省政府 地震处 相关退下来的公务人员 或是都发退下来的公务人员 然后透过一个资讯的一个垄断 形成一个权力的一个不对等 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些 这些地主们 在整个资讯不对等的底下 然后任由这些重化会 然后就来 就来决定 决定整个一个重化的一个工程 然后怎么分配 然后怎么决定 我看到的不只是林院长 是其他 其他各个单元里面 继续的在 面对这种不公不义的 这个所谓的政商结盟 金权结构 在对抗这个 不公不义的这些势力的人 然后这些居民 他们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坚持 很简单 因为他们有一口气吞不下去 我今天必须非常坦白的讲 我们的台中市政府 是可作为而不作为 可作为而不作为 放任我们的重化会 我们的都市的里面的 最大的毒瘤 就是我们的重化会 台中的毒瘤 台湾支持 黎明重化会 半夜来怎么样 放烟火恐吓 用尽各种的手段 而台中市地震局 不但没有积极的介入作为 反而误导视听 重化区是怎么样 把过去台中非常多 非常优美的农田 非常多优美的绿地 河流 还有我们很多老百姓的住宅 我们的家 全部给破坏 变成了荒地 让我们主张保留 黎明幼儿园 为我们的台中 保留一个好的教育环境 保留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让我们黎明幼儿园 可以跟旁边的黎明新村共生 不要让这条 不要让这条二子的 替厂商 替财团量身打造的这个农副路 贯穿我们的幼儿园 我们已经提出 具体可行的方案 我们的方案 叫做黎明 营幼生态照护园区 黎明银幼生态照护园区 我们要把黎明园区 打造成结合银法的长照 结合幼儿的教育 结合生态的教育 变成一个台中 乃至于台湾 最好的一个 新型的长照的园区 这样的酷晒 我们的这些人民 在这样的一个酷晒的阳光下 其实已经挥寒如雨 而且已经度日如年 从去年 黎明幼稚园 十月份 其实九月份就已经 有收到拆除命令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开始要进行 法院的线刊 当时我相信 在下面的很多人可能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的就是 这十年来我们的台中市 你从环中路看 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重画区 都被铲平了 大家知道黎明 自办重画是全台湾最大的自办重画 它一个可以抵人家 十个二十个自办重画的规模 所以它的破千以及它的这个 受害的人数 高达两三千人 所以是最最可怕的一个重画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最大的自办重画 来凸显我们这个被破千的这样一个 在自己的家园 在自己的土地上 破千这些难民的心声 反抗军属权力 抗疫重画霸凌 抗疫重画霸凌 我们今天下午你可以发现 好像是台湾国内难民的大集结 那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国内的难民 为什么 那其实刚刚有很多先进都已经说过了 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计数的问题 绝对不只是我们法令的一个问题而已 其实它背后有非常浓厚的政治的一个理解 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 也就是统治正当性的危机 其实跟我们国内难民不断的发生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有很紧密的连结 也就是国家政府变成是资本家财团 或者是派系用来剥削 或是压榨社会善良百姓 或是社会弱势的一个工具 我们去到黎明幼儿园的时候 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发现 黎明幼儿园和乐生娘儿园非常的像 像在哪里呢 我们觉得黎明幼儿园和乐生娘儿园 都是在一个都市里面 非常漂亮的世外桃源 这个世外桃源让一个城市 有机会包容不同的可能 尊重不样的人的一个地方 让这个城市有机会 发展更多人的想象的发展的可能 所以我们到了黎明幼儿园的时候 就觉得乐生和黎明一定要站在一起 我们让台湾不会只有一种单元的发展想象 一句话叫做世界是平的 他以为可以透过挖土机产品土地 盖起豪宅炒他的地皮 他以为很容易 因为弱势者或者说居民是很容易被驱离的 可是今天我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台东市民 以及来自台湾各地的自救会或团体来到了现场 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是在告诉政府 告诉财团一件事情 台湾的土地不是平的 在这片土地上有树木杂根 有孩子在绿地上奔跑 有人们在上面安居乐业的生活 所以这个土地不是平的 我们在这里有生活 有记忆 有人文有历史 像台中的这样的城市 应该要保留这样的价值 所有的法律我没怨的 但是我会怨的就是说 我既然是住在这里 我的土地 我的家都在这里 但是我没应该说你要爱就要爱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比爱就是说 政府要爱 他都不用说理由 他只要一张公文来 你什么都要给他 但是我的观念不是说 你要爱 你要爱我的东西 要买我的东西 你应该来到沟通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这么多人走去街头 为什么我们今天 没办法 我经常说 国台平安 什么人要走去街头 我们今天走路 有很累吗 大坤坤嘛 那不会痛苦 但是说实在 比我们做产品更多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走路 我们爱做产品 但是那是我们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走去街头 是因为我们 对我们现在的政府 我们很不满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现在变成这样 我们的政府 怎么没有接人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今天站出来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政府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土地的政事 土地的政义 土地的政义 基础的政义 我们希望我们大家 来共同 为未来的打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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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